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说改进了神圣追击者他的连接就是他连续技能的时候他的这个可用性 那原本的这个技能效果是如果你冲过去之后 对方如果使用类似这种冲刺技能脱逃的话 他就会去触发一个连接剂 所以这个部分呢他是说改进了 那至于是改什么 我们就等之后有实测影片的时候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再来这个反三的部分呢 超级盔甲结束之后HP的恢复量增加 除此之外呢 他调整了超级盔甲触发的这个生命值的范围 那根据实测啊 他原本触发的范围 那他现在调整之后应该是会在往上去提高这样子 所以这个应该是更好用啦 再来呢 神圣保护跟这个职保护呢 他们两个持续时间都增加了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到了48秒 好再来呢 这个是丢盾的 就是审判这套技能 他是降低了他的MP消耗 每次的话就是两个MP 那新增了一个击杀敌人的时候 冷却时间就会重置 这个的话其实他就跟狂战是一样 那我觉得这样的设定也是比较合理一点的 因为这一招来讲 他某些程度上我们说 可以对PVE也是有效果的 毕竟是打到之后嘛 就增伤10%的效果 那如果说原本的设定是卡5秒CD的话 这样的效用实际上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这一招改成这样子之后 虽然说对打人来讲 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 5秒打一个人 除非是这个大克长一直剁豆腐这样子 好那这个改完之后 对于PVE的练功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程度上的帮助的 好再来这个时间重置呢 他把他的这个MP消耗把它降低了这样子 那另外有一个部分 就是他调整了神圣追击 还有附魔武器混乱1到3的 这个技能的buff的说明这样子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次神圣剑士改版之后的再次调整了 虽然说看起来也是少少的 但是这些改变呢 其实也算是蛮关键的 尤其是这个反山的效果 还有神圣保护时间 以及我觉得很重要是这一招 审判他的这个冷却时间这样子 那其他的效果 如果说有详细进一步的话 我们会在影片里面 或者是在大布帖里面 我们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这个说明 请大家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按赞 好那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大家会觉得不错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编传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